欢迎收看疫情速递 我是张霄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今年总统大选前期 白宫颁布多项措施 涉嫌减少邮局服务 导致邮寄选票减少 为此国会众议员赵美欣 于日前在帕萨迪娜市邮局门前 召开新闻发布会 强烈谴责白宫涉嫌在美国大选前夕 试图减少邮局服务 导致邮寄投票减少 其做法包括削减邮局工人工作时间 关闭分类机 关闭或拆除邮箱等 赵美欣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 表示不能接受川普政府这种错误做法 请看报道 大选前夕白宫涉嫌减少美国邮政局服务 企图使邮寄选票减少 影响今年总统大选 为此加州第27选区 国会众议员赵美欣 会同多位社区代表 于日前在帕萨迪娜市邮政局门前 召开新闻发布会 赵美欣在会上 强烈谴责白宫涉嫌在美国大选前 试图减少邮局服务 导致邮寄选票减少 其做法包括削减邮局工作人员工作时间 关闭分类机 关闭或拆除部分邮箱等 迫于外界诉讼 抗议和舆论压力 近日美国邮政局长 路易斯·德乔一宣布 暂停一切邮政服务改革 直至11月3日美国大选当天 2020年6月德乔一就任后 以削减邮政经营成本为理由 推进一系列改革 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员工加班时间 限制额外邮件运输 更改邮件分解和派送政策等 其部分措施已经开始实行 导致美国多地邮件投地迟缓 赵美欣强调政府宣布 暂停对邮局改革是不够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于8月22日 对HR8015为美国交付法案进行投票 该法案涉及恢复邮局服务 将服务水准恢复到2020年年初状态 并防止邮政局裁员 赵美欣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 他指出川普总统在多次采访 推文和声明中都明确表示 他有意破坏美国邮政服务 破坏美国选民在家中邮寄投票的能力 这不仅对我们的民主构成威胁 而且也对人民的健康造成伤害 因为在家中邮寄投票 对于控制疫情传播十分必要 当下面临风险的不仅是选举投票 人们也依赖邮件获取支票和药品等 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 中小企业更加依赖邮件服务 而川普的做法将会明显破坏美国的邮政服务 给大众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汉天威士记者吕立川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著名华裔商法专家方校伟律师 在日前举行的疫情线上作目讲座中表示 人类不要妄自尊大 一个病毒就可以让全世界完全停摆 根据白宫抗疫小组成员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推测 美国即将推出的新冠疫苗能否完全有效 他没有把握 因此方律师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一定要跟新冠病毒长期作战 必要利用这个特殊时期加强根基 请看报道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类很伟大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一个病毒就让我们世界几乎停摆了一阵子 所以这个病毒这个危机是非常大的 那到底会不会有这个疫苗出来 在这个年底之前 或者是明年疫苗会不会出来 然后疫苗的功效有多大 我们在美国负责这一位病理研究的福奇博士 他已经说了 他不敢预期这个疫苗可以达到98%以上的功效 他说如果有些疫苗可以有50% 60%的功效 他就认为这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次的病毒 这个新冠病毒并不会这么快的过去 就是说新常态是什么 我们面对的这一个的情况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该做什么调整 因为他这个不是一个短暂的期间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计划 该怎么面对 而且对于地球我们要就有什么样子的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除了这次的病毒以外 很多极端的气候 包括美国佛罗里达跟东岸的Hurricane这个飓风 包括中国前一阵子在长江发生了大水 中国的三分之一可能都淹在水里面 所以这个不正常的气候 因为地球已经暖化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 北极跟南极的冰山开始快速的融化 那在千年前在万年前 那些尸体上面掩埋住的 以前不会出来 现在它的病毒会不会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预防 所以新的常态是什么 这个新冠病毒过了 以后难道没有其他的病毒吗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地球生病了 环保的事情是一个优先的事情 当我们大家都待在家里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蓝天在线 很多的气候 很多的空气都变得比较纯洁了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情况 所以当这个病毒发生的时候 当我们也看着这个经济的大的灾难 也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什么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寻求解决 我们用负面的来看这些情况 那会造成很不幸的结果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提醒我们 是让我们有一个环境 可以让我们纠正错误 那这个灾情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会是另外一个美好时代的开始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怎么求一个比较妥当的方式 大家可以生存下去 然后恢复经济的活力 能够好好的发展 凡事都能够按部就班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用正能量寻求解决之道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一个大的危机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机 可是如果我们是抱着恐慌的心态 老是在抱怨这个负能量 我们这样子的结果 可能会跟随着这个环境的不幸的发生 变成人是全非 所以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国家的疫情 或者每一个州的疫情 它处理的好坏 完全在于政府的态度 跟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理的这些事情的态度 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全家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这些 我们对于孩子的未来 因为他现在可能都是在internet上 远去教学 他的时间多出来了很多 对于一个负面的人来讲 他认为他有多了很多的时间可以玩电动玩具 像这样子的情况 在他人生的成长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空白 可是对于努力的孩子 对于有计划的孩子 他可能在这个期间 他把英文的单字看得更多 他把数学的基础练得更好 他把很多课余的时间 他去阅读书籍 课外的书籍 然后练习写读书的报告 所以他懂得一些别人成功的历史 自传 很多事情的探讨的东西 他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而且他吸收了这些知识 他懂得写报告 因为我们知道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你申请大学 一个asset是很重要的 你在学校的考试这个写作的能力是很重要 你不管你去你的成绩 如果说你做事了以后也都是一样 公司有一个机会让你来present你的proposal 你这一个方案的开发完全由你来操作 如果说你所凭借的是你是哪一个名校毕业的 对不起 你的presentation并不会这么吸引你 可是如果你的这一方面训练有数 你从十几岁你就养成一个习惯 我可以写report 我懂得present的这些东西 这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拿到这样子的机会 你马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空档的时间 是我们很多的人可以加强自己根基的时候 可以把以前不好的习惯可以改变掉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发展 美东时间8月27日 据CNBC路透社等外媒报道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已经证实 它正与微软合作 进购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这距离TikTok前CEO 凯文梅尔宣布离职不到一天 受此消息影响 沃尔玛盘中股价一度拉升7% CNBC的另一篇报道更有详细的细节称 沃尔玛很早就想成为TikTok的大股东 它并不是心血来潮 它一直想当这个传奇收购案的主角 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对用户数据保护表示担忧 因而希望由一家科技公司来主导这一收购 于是沃尔玛如果想要TikTok 它必须选择一个科技公司来做盟友 消息称沃尔玛在此前曾考虑过在TikTok收购案中 考虑过另外两个合作伙伴 微软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在这一联盟上上周已经解散 Alphabet虽然对TikTok和大量的云服务消耗感兴趣 但由于其拥有YouTube对TikTok股份和资产的持有 可能会招致另一次在线视频领域的繁垄断挑战 不过沃尔玛并没有因此放弃 它转向了微软 二者成功结盟 而微软沃尔玛的对手则是甲骨文与字节跳动投资人联盟 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市29岁飞翼布莱克遭警连开七枪瘫痪后 全国部分城市展开示威行动 谴责警方执法过渡 洛杉矶市中心26日晚间发生示威暴乱 警方逮捕10人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全国布莱克事件抗议活动已造成两人丧生 洛杉矶市区最初有300人走上街头 到晚上11时群众开始在西五街的美国银行玻璃门前喷漆涂鸦 抗议者在第三街隧道遭到围堵 示威者为了突围瞬间爆发冲突 他们向警察挥舞手中盾牌 投掷物品 场面相当混乱 洛杉矶市警察局助理局长弗兰克表示 示威群众摧毁他人财产 拒绝服从命令 不肯离去 部分人拥有武器 包括纸截套环和棒球棍等 现场有10人涉嫌故意破坏 殴打警员以及企图从警方手中抢回拘留者 洛杉警察局仍在评估多少抗议者或警察受伤 以及破坏行为的严重程度 乌伦市中心26日约有600至700人参与抗议活动 阿拉米达县高级法院着火 多家企业遭到破坏 奥克兰警方说 昨晚县法院大楼和当地企业遭到破坏 一些抗议者还向警察投资物品 因此警方逮捕了几名示威者 抗议活动还导致昨晚晚上10点左右 第19街巴尔特车站和580号洲际公路关闭 晚上11点30分左右 警方在推特上表示 有人在阿拉米达县高级法院外肆意破坏并纵火 奥克兰抗议活动组织者说 威斯康辛州的暴力事件 使他们再次努力推动警察变革 抗议组织者说 要打败这些种族主义分子 让基诺沙的种族主义枪击事件不再发生 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上街 发出自己的声音 基诺沙是数百人游行示威 抗议城市宵禁 警方逮捕一名少年 州长也派遣1250名国民队警卫队平息 加强该市巡逻 美国直篮NBA球员和教练罢赛抗议 拒绝参加季后赛 其他体育联盟球队 如美国职棒MLB倒棋队和巨人队 也谴责枪击事件 纷纷表态 布莱克事件发生于23日下午5时左右 他拒绝听从警察命令 走回自己的车上 遭到警方连开7强 他的三个孩子也在车上目睹一切 目前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调查 30日内将公布调查结果 美西时间8月26日 据洛杉矶当地媒体报道 一名向军事医疗项目 提交了超过6200万美元 虚假报销的华裔男子 将被送进联邦监狱 涉案男子为蒙特利公园 51岁居民James Chen 周三他被判处34个月的监禁 并被要求支付2800多万美元的赔偿金 他承认自己在三年前进行了医疗欺诈 根据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 James Chen经营着一家叫做Clevins的医药公司 主要是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健康保健服务 James Chen经营的公司雇佣市场营销人员 伪造药物处方 之后向军队医保报销 同时他还经营了一个网站 人们可以在没有医生检查的情况下索药处方 据了解2014年12月 James Chen的公司向军队医保提交了31份报销申请 索赔金额为81401美元 2015年5个月 他又提交了2798份类似的报销申请 索赔总额为62654938美元 由于之前几乎没有保险公司会对军队医保 进行类似的报销申请 因此James Chen竟然成功的报销了6000多万美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疫情速递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汉天卫视疫情特别节目的其他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